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您有收看吗 收视率在今天出炉了 是五年新低 主持人桃子当时暗示 颁奖人舒淇怀孕而哀哄 后来说是假的 是套招的桥段 但的确也是当天晚上 收视率最高的一段 一起来了解一下 金马奖收视率出炉 今年平均收视4.17 大约有364万3000人收看 不过这个成绩是近五年来 新低记录 收视最高点 落在舒淇颁奖给赵德映的段落 而这一段也是 陶金银调侃舒淇怀孕的片段 收视达5.42 第二高是周冬雨和马思纯 双影后得奖 收视率是5.35 第三则是营地的段落 虽然电视收视率下滑 不过网路直播却是创新高 总共有135万人 透过网路收看金马奖 大陆地区更是有超过 4000万人跨海收看 也代表了观众收视习惯大幅改变 网路逐渐成为主力 谢谢 谢谢 谢谢